開會 向大家報告 今天下午議程是農林部門業務報告及直選 那麼下午進行了農業 農林部門的業務報告及農林委員會的議員 進行直選 那麼首先來介紹旁聽席的所有的貴賓 第一位是中華民國受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陳培中理事長 第二位是高雄市受醫師公會高曾庸理事長 第三位是高宏縣受醫師公會鄭賢義理事長 第四位是高雄市寵物商業同業工會龐志鵬理事長 第五位是里長連儀會陳清茂里長 第六位是社團法蘭台灣愛國學會 嚴信鵬理事長 第七位是高雄市流浪動物保育學會 趙啞致鐵理事長 第八位是三位是中華民國撇提副申學會 黄文堂理事长 第九位是高雄市翁翁翁东宝学会 黄秋英理事长 第十位是高雄市人保流浪全猫动物学会 邵昆林理事长 接着就是现场的总招 高雄市社医师工会高增庸理事长 请大家好用热烈的掌声来表示欢迎 接着请农业局蔡局长业务报告 大外主席我们中招集人 各位议员理事先生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午安 首先由我龙玉吉来做工作报告 在还没工作报告以前 我先来介绍本局各处科室的一个主管 那因为本次我们所有的主管 跟上一次的会局我们都一样 所以说我们请我们农业局所有的主管 起立跟我们一言理事先生来敬个礼 谢谢他们 那么接下来 请坐下 接下来我要报告的就是说 本市最新的农业状况 那么现在我们高雄市跟地边级有四万七千工钱 那么所有的一个整个产值 我们有超过两百三十八以言 接下来就是来报告我们本局 从上半年一月到六月的一个工作项目与成果报告 首先要报告的就是说我们三明果菜市场的签计 那么我们都知道 那么三明果菜市场位于三明区的中心区位 我们临近我们十千路的高一三千 建工三千跟科工馆 那目前市场的建筑已经有四十年 那么早已不乎需求 那么为了当地的景观 我们交通治水等通盘的考量 那么打造三明新都心 果菜市场扩建以十千路的打通 是十四所趋 那么接下来大家看到了 就是一个未来果菜市场 就改造完成以后一个示意图 那么接下来 果菜市场在已经前当了四十多年的争议 那么这一次从去年104年的十一门开始 我们跟我们所有的抵出一直在沟通 那么进行拆除工作 所有的抵出总共有120户 目前已经有114户包括自动拆迁完毕 剩下6户我们会继续来执行沟通 那么进行内把它拆除完毕 那接着下来就是整个一个自动车的设施 我们超过6万吨的自动车的容量 大家看一下它整个一个设施的示意图 那么接着下来就是说完成了以后 我们整个石前路打通 会有25米宽的一个石前路打通 那么可以疏解我们石前路 九路路还有建工路 建国路的交通流量 那么接着下来 我要报告本局 整个一个农业的 安全农业的一个架构 打造一个安全农业的城市 是我们科部农环的一个执行目标 所以说我们以健康农业发展为目标 来继续推动五大重点工作 然后来提升我们农产品的品质 以生产履历的辅导来讲 那截至今年6月份指 我们已经辅导面积已经达到 1230公顷 是全国最大的一个生产履历的一个面积 那在105年 我们持续办理专业技术服务团队 然后帮助我们的农民朋友 进行并从来的监测 然后辅导并交流作物的栽培 越来的成果越来越显著 然后减低农民的一个用料 以施肥的一个量 那接下来有关立志村巷 我们从104年跟平农科技大学合作以来 我们对立志村巷一个房子 我们利用贫富小峰 目前已有2万只的贫富小峰 那目前效果还相当好 我们会持续来进行 那接着在畜牧场沿途生产安全的方面 我们着手在辅导我们的畜牧产业 来从事安全生产履历的一个措施 目前有8家8个厂畜牧场也通过验证 那来供造一个产品的形象 整个在安全健康城市方面 整个在实的文化上 我们以创新来辅导我们的在地 我们的餐厅 成立一个绿色友谈餐厅 那么到今年 我们会有4家绿色友谈餐厅 来加入我们的行列 那整个绿色友谈餐厅的评件工作 我们纳入了鱼产品跟续产品 那么整个绿色友谈餐厅的一个评件的项目 从我们的节能源 还有环境保护 绿色安心饮食 绿色采购 永续发展 及卫生安全等指标 来进行一个评件 那么在有关有机农产品部分 我们持续为我们消产者安全把关 那么预计在105年 预计抽烟了520件的有机农产品 接下来在安全健康城市方面 我们以海洋局 共同与从产地到餐桌的安全美味为主题 那么参加104年 奖励地方政府强化食品安全管理方案 全国评比 获得特优奖的殊荣 那么我们会跟海洋局继续来努力 为市民朋友 经过安全健康的一个环境 那整个在行销通路品牌方面 我们建置了一个高雄物产馆 我们联谈旗舰店 从今年 去年8月份开始 设置了高通农乐园 那么从 去年的8月到现在 抱歉 我们参往人士 已经成长重启了两倍 成功推展 本市农业及农民的市集 那整个农产品加工方面 我们在农产品加工 我们与地区农会合作 以及合作室来合作 那么比如说跟甲仙地区农会来合作 办理区做清棉的一个有机生产 清棉的工作 辅导有机棉庫超过150户 那么每年收购的顿数也100吨 那么生产的棉金有2.5公吨 那么整个产值超过数千万年 另外我们也辅导 我们所有的农会 举办了大甘山农会封闭文化节 以及跟延民会来合作 一个千人喜爱意的活动 也获得一个相当大的好评 成功的拓展了我们农产品的行销 另外在为了让本市优质的农产品 能够站上国际舞台 我们以高人所选的品牌 那么积极号召我们的所有农民朋友 来参与国际知名的展览 并拓展海外的各大市场 那么成功打入中东市场 北美市场 加拿大 以及东南亚市场 那还有中国大陆 香港新加坡等市场 另外在景观作物方面 我们也持续调整耕作的制度 活化农地的政策 那么根由我们的努力宣导 105年的一起修根 一起做的修根活化 转去做的面积 已经达到1782公顷 较去年的同期 成长了57% 增加了645公顷 另外在活肉农村经济方面 我们现在目前为止 我们农村再生 从我们原来的 现实合并前的三处 到目前的39处 到成长了13倍 那么另外在永续 热火新农业的方面 我们推动了 一日农夫的体验活动 那么从102年开办以来 我们已经超过了 1000多次的梯子 那么在观光 农业集大方面 已经有超过2万人以上 这里面还不包括 我们社区自己办的一些活动 也体验活动 所以说成功 注入了我们农村的经济 超过上亿 那整个在保育生态方面 我们持续在动植物保育生态 多阳性方面 来下苦工 例如渔池的外来种 管理维护606颗的特定经验老室 以及维护照灵等 那在有善动物城市方面 我们维护动物的健康 我们的农委会 一个口题的评比 已经是我们六度之冠了 我们也持续维护动物健康 加强的工作 诸如推动猪鹰 群流感 不适感境等 重大动物疾病的防疫工作 以及采样检验监测 动物愿望 品管等方面 那么比如说 加强续群肉蛋水产品的检验工作 我们都持续在努力在进行 那么整个在有善动物城市 维护动物的健康方面 在这里跟我们大会 各位议员女士先生报告 刚好是院杂动物保育关在园区 已经在今年5月完工 那么7月底 在我们农委会 我们曹志也跟陈市长 各位见证之下 共同揭幕来启用 那么在这个计划 整个计划 我们大会提升了 本市的收容动物福利 那么圆区 自新建期盼以来 及受到各界的关注 然后纷纷来观摩 所以说我们目前所推出的 全国所在校园有效才有善前 也从102年的6校 拖到到目前 我们13校又13株 那么另外在104年开办 公益任养橱窗 那么105年 迄今任养率已经达到 87% 廣后好评 那么未来持续 我们跟我们的本市的收益士工会 全国收益士工会 以及我们宠物工会 大家来一起合作 来打造高雄市变成一个友善动物的城市 以及维护动物的健康来把关 接着再来在品牌建议方面 我们进行推动续产品产品化 我们丰北福岛高雄市家庭品生产合作社 田辽区荣卫 高雄市养鸡养猪协会等单位 推出产销履历的高雄首显的农序品牌 在创新行销方面 我们结合农业精灵高东东 然后我们以高东东来代言 一整年的活动下来 也吸引了数百万人的参与 也成功为当地带来上益上金 创造出不一样的疗异经济 那么再鼓励新农业 我们鼓励年轻人返乡提升软势力 抓住有梦想产业的同时 我们成功从101年开办 5年以来 我们吸引了500位的行农 来参与我们的行农的策略营营 那么以家里乌农的第二代农历为主 搭配二级三级的伙伴 然后透过山中下游的整合 自研的共享 让学员学习企业管理 产品包装 行销以及建立品牌 提高高龙农产品的价值 以上是农业级简报 进行指教 谢谢 好谢谢 接着下来请水利局蔡局长 业务报告以及介绍主管 大会主席 中招集人以及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大家好 那接下来水利局在工作报告前先介绍水利局以及自来水公司异动的主管 那我们水公司前蔡茂林经理退休 那那个目前经理是王明孝王经理 那接下来有自来水公司操作客郭嘉宪郭客长 那接下来是业务客丁龙卢丁客长 那其他主管都没有异动 那麻烦我们水公司以及我们水利局各主管同仁请立 那向大会致意 麻烦请坐 那以下就水利局的业务跟大会做报告 下来 那首先跟大会做污水下水道的一个建设报告 那目前整个全市的污水管线已经完成1225公里 那目前在那个统计最新的这个用户接管普及率是38.58% 那目前施工中的系统 第一个我们先介绍的是原高雄市的这个高雄污水区的系统 那这个系统持续在建制当中 那系统的这个普及率已经达到55.47% 那第二个是临海污水系统 那这个系统目前的污水厂还未施工 那管线已经在持续建制 那后续我们会并整个我们的第二个再生水系统 然后跟营建署去做经费的争取 那未来我们也会加速整个用户接管的工作 男子系统的话目前是采促餐VOT的方式来办理 那持续办理用户接管 目前系统的普及率是42.68% 那凤山鸟送系统的话也是持续办理中 那目前的一个普及率 凤山区是42.25% 鸟送区是37.73% 那钢山桥头是一个比较新的系统 那从前年度开始做一些相关的管线工程 以及污水厂的发包 那目前的一个用户接管还没有开始进行 那整个目前在进行的是管线建制 以及污水厂在施工 普及率所以是现在那个是0%下页 那其美系统的话目前已经持续在运转 那在普及率的部分 其山区是14.84% 美农区是4.11% 那我们也持续在其山跟美农地区 办理相关的说明会 那我们希望民众部分的一个用户接管 能够做一些违建裁处 能够达成用户接管的普及率能够提升 那另外在属于污水方面的 我们还有在市区民生大牌 做一个污水节流 那这个部分主要是在市区里面的 一个民生大牌的一个污水节流点 是在下游 我们把它提升到上游的部分 那让整个地方的环境能够改善 预计是在今年底会完工 后进西我们未来也有提出一个 那个水质改善计划 那是希望在台义县跟青浦沟的这个地方 做利坚处理 那整个计划目前是在规划当中 那营建署会 那环保署这边会补助百分之六十的经费 那整个经费估列是大约 目前估算是两亿五千万 下游 那另外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凤山西物水厂 我们搭配再生水的一个系统 那目前已经跟那个特许公司来做签约 那107年可以供水每天大概两万五千吨 108年可以供水四万五千吨 那提供林海工业区的这一个厂商用水 那特许期间是17年 那目前我们持续在办理一些管线协调 以及环境差异影响分析 那另外针对目前我们做的这个污水下水道用户 那个征收使用费的部分 在目前物增的部分 上次议会有要求我们水利局这边要详细的清查 那这个部分分成两部分 一个是民众陆续有接获这一些反应的 总共会整到目前大概有五千多户 那上次跟大会报告的是四千多户 那这个部分已经趋缓 那另外就是我们水利局自主检查的部分 透过一个电脑系统比对这一个竣工吐资 这个部分增加了两千两百五十七笔 那我们持续在这一些物增的部分 跟水公司这边来配合做一个那个退费 从系统上面直接退费 那大楼汇发分池目前我们也是持续在办理 那目前已经完成一千零七十几户的这一个勘查 那后续可能这些大楼那个住户经过管委会这边的同意会 跟水利局这边申请化分池废除的一个补助 那每年度水利局这边也是编列了 那个四千五百万左右的经费 办理这些管线维护工作 那有管线的小管大管的检视 以及部分道路上面的一个人孔的翻修 那一百零五年度在全市污水下水道经费 投入四千三百二十万 那我们把整个全市分成三个区域 那这三个区域我们办理这一个开口契约 那只要通报这一个管线 有一些相关的阻塞或者是用户端的排水不良 那局里面就会马上派工去做一个清理的动作 那另外为了保持路平 也办理两百零八座的一个人孔盖的一个调整作业 接下来是水利建设的部分 那已经完成的一个建设成果 这个部分是跟中央争取经费 那第一个就是雄鹿的这个部分 是营建署补助我们的雨水下水道建设经费 一千一百万 那在今年的七月完成 那另外超公郡六旗的这个水岸环境计划 是由营建署的城乡风貌来补助 整共经费是两千四百四十七万 在今年年初已经开放民众休憩使用 那水利署补助的东山东市抽水栏改善应急工程 两千三百多万在今年九月完工 永安自宏池经费包含用地是三亿两千四百二十七万 在今年也是年初完工 那林园龙潭市这个水闸门的部分 经费是三百八十八万在今年五月完工 本安自宏池这个部分也是向营建署争取经费 那经费是两千七百三十万在五月完工 那在这几次的豪大雨也发挥了它该有的功效 那凤林抽水栈在小港的这个抽水栈经费四百三十万 也在今年七月竣工 齐山西州抽水栈总经费是八千六百五十万 在今年年初也完工 那在这一次豪大雨当中也持续运转 减低了这个地方水灾的一个灾害程度 那九番皮的一个排水上游改善应急工程 总经费九百五十一万 已经在今年年初竣工 那齐山老街未来的一个重大计划是 对于这个齐山五号排水以及二号排水的一个改造 那整个经费我们在经费争取的部分 会跟水利署这边争取经费 以及营建署这边也是同步争取城乡风帽 那目前我们是做了这个西部设计 那工程目前是在发包当中 那二号排水的工程预计是四千万也是目前在发包当中 那这两个工程我们都预计在明年年底会完成 下一个 这个部分是也是刚刚五号排水的这个部分 那总经费是四亿七千三百万 这个部分刚刚已经报告 那下一个是永安的一个北沟整治 那这个部分也是跟水利署这边来争取 那总经费是一亿六千三百万 在今年十月会陆续开工 预计是在明年迅期 一百零七年迅期前会完工 比锈排水的部分分为一期二期工程 那一期工程是在预计一零五年 一零六年五月会完工 那二期工程这个部分是由水利署六合局这边来施作 那预计是在年底会完成发包 石肉滩排水的部分 我们已经发包了这个抽水站工程 那抽水站工程的用地业已经协调 那个地主先同意我们使用 预计是在一百零七年初会完工 下一页 那石肉滩的一个排水整治 目前我们也办理用地取得 那预计是在一零六年初开工 一零六年会完工 那另外目前在施工中的凤山郡自用值 总经费含用地有七亿四千万 这个部分目前在施工中 预计是在明年的三月会完成 那预计排水的部分 我们也持续跟中央争取经费 那预计经费是三亿七千万 那会改建七百五十一公尺的河岸 以及三座桥梁 预计是在今年十月会完成设计 然后开始进行工程发包 那另外北屋排水的部分 我们总经费是一亿两千一百万 这个部分已经在去年的十月开工 在今年年底会完工 那我们写定海岸的部分 目前因为这个工程需要做都市就要变更 所以我目前还在做毒贬 预计是在明年六月会发包 那指观中正路的抽水在目前也在设计中 也是预计在106年完成发包 107年会完工 那路族的一个精品路是重要的 雨水相寒 这个部分我们也在设计中 预计是在107年会完工 那还有就是我们会在市区里面 在广批其他的制宏池 像能武八卦里的这个制宏公园 也是利用现有的这些公园用学校用地 那总经费是两千五百万 那目前已经在设计 未来是由营建署这边来发包 预计是明106年6月会完成 下一页 那南指的这些工程 像热群路还有蓝仓路这些工程都持续在施工当中 那遇到管签我们会持续去协调 下一页 那又昌原算庙这个也在施工中 那天生工这个也在年底会完成下一页 那台泰泥这个厂区的工程也是在明年3月会完成 那古山运河在10月底会完成 下一页 那高速公路这个闸道周遭的这个制宏池 我们也是在年底会完成 那最近这一阵子已经有 已经下雨我们水利局针对这一些强降雨造成一些比较容易淹水的区 我们都有会诊 那除了这一些测钩的一些排水孔阻塞以外 那我们水利局有评估过需要去做改善的这些案子 我们都有会诊 那未来会在我们的一些相关的施政计划 以及预算里面会编列来去做改善 这以下就是我们这一次会诊的资料 那这是一到总共一件一到十六件 都是我们这几次豪大雨会诊的一些相关资料 那水利局针对目前市区里面的一些绿地 建构的河岸绿地以及自用池的维护 那每年大概也投入了4137万左右的经费 做这些水岸的一个维护 这是大树地区的一个相关的维护工作 那大岗山的部分也有我们的海岸 还有一个相关的永安置洪池 前峰子置洪池 还有点宝溪的相关置洪池 那防災整备的部分 那水利局这一边每年都会做一些抽水站 节流站的一个定期保养 还有移动式抽水机的相关的调度 那105年度我们提报了11区的区公所 办理了4场图石流防灾演练 还有20场的一个图石流防灾宣导 那105年度我们匡列了4,095万 办理区公所的一个防训抢险开口契约 那这些契约也是补区公所这一些 防训动员的能量不足 那我们也推动了这个440万的经费 做社区的一个自主防灾 那清淤部分我们在105年度经费有6千万 4月完成这个瓶颈段11.8公里 那因为这个部分的清淤涉及到雨季的时候 还会有一些相关的淤积产生 所以我们这些淤积的清淤工作是持续在办理中 那野西的清淤经费主要是跟水保局这边来争取 那由水绿局这边在委托区公所这边来办理 那这是我们办理中小排清淤 还有雨水下水到清淤的资料请参阅 这也是清淤的资料请参阅 那水土保持的部分我们在每年度都会提报一些经费 像水保局这边争取 那市府这边筹的经费大约是7千两百万 那我们今年度已经发报了35件 那另外有一些案子目前在公告 那预计是在年底会全数完成 那梅基风灾后的一个救助 这上次我们在地方开说明会 那那个我们众议员还有刘议员 还有我们的林议员有要求 这个部分水利局这边目前已经参照 莫拉克、凡纳比、梅基台风的一个降雨量 那比照过去凡纳比的一个相关补助 那我们有目前通知了奇山美龙田辽 还有甲仙内门山林等区 那这些区域都有12小时的这个强降雨 都有超过我们上次的凡纳比 那我们先调查这一些区 有产生这一个汽机车那个泡水的状况 然后再参考做过去的一个凡纳比的作为 去做这一个卫助的一些补助要点的工作 那目前我们水利局这边也持续办理 这个相关的水利建设工作 那未来除了这个排水的一个整治以外 我们在污水下水道的建设 提升整个市区的一个环境 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列为未来改善的一个重点 那另外在水资源的开发部分 我们也会持续办理这个再生水场的一个建构 那让整个城市里面的一个水资源 能够永续经营 以上报告谢谢 接着请海洋局王局长业务报告局 介绍单位主管 大会主席各位议员女士先生 以下海洋局针对相关的重要的业务推动行情 以及未来工作重点向议会大会提出报告 首先今天的报告大概分成三个部分 请参阅那首先请各位主管向起立 然后向各位议员女士先生示意 好接下来当然海洋局的业务执长的部分 整个高雄海岸线大概长达65公里 那整个辖区内总共有16个渔港 那相关的这些海污 以及相关的这些渔港的渔业的管理 以及相关渔港这些都是海洋局的业务执长 那根据104年的统计 那我们整个高雄市渔业的概况的部分 总共有目前有7个区域会 渔船的伐数有3397艘 渔业会员数是70835人 占全国的第二位 那本市的养殖面积公计 目前统计大概有4117公顷 那养殖的渔种主要以石斑 湿木无锅鱼鲁鱼及白虾为主 那允洋对渔获以鮪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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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为主 渔获量账全国第一位 总计本市的渔业产量76.2万公顿 产值324亿元 正占全国的第一位 以下针对上半年整个重要业务的执行行形 进行说明 第一在推动海洋产业的方面 大概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推动游艇及船舶产业发展 第二是整个行销推广 整个高雄海味品牌 在推动游艇及船舶产业发展的方面 整个相关因为游艇码头的相关的建制计划 我想对于整个未来 整个在游艇上面的发展 游艇活动上面的发展 其实是相当的重要 所以说我们当然配合整个亚洲新欢区的计划 以及市府以及港务公司这边 核主土地开发公司 未来针对包含第三船局 以及相关既有高雄港务公司 现有的22号码头这个部分 相关进行相关的游艇码 开放民间投资 然后建置相关的游艇码头 其次在于配合整个中央政府 国建国造的政策 也协助造船工会 在今年9月16到18日 举办了高雄第一届的高雄国际海事船舶 国际国防工业展 展出期间刚好遇到相关的这些台风的侵袭 所以说也非常相当的可惜 可是不过还是吸引了25000人次的参与 整个摊位数总共有750餐 然后参展的厂商总共有165家 其次在行销高雄海味品牌的部分 那我们持续主打高雄海味这样的一个品牌 然后透过国际展览 然后来拓展整个国外的通路 所以说海洋局这边辅导各个厂商 参加相关的这些比利时的海产品展 北美的海产品展 东京食品展等 包含这一次现场的接单 以及未来预估的后续接单 其实预估大概也会超过10亿台币 那每年年底 其实配合整个北高雄沿海市区的渔业产季 那也办理相关在地的这些节庆的部分 行销本市这市区的各特色 以及渔业产品 这市区也是我们整个渔业生产的 包含捕捞以及养殖的重症 所以说这个部分 其实从这个礼拜六 从永安的这一个部分 永安渔与会的海洋音乐季开始 然后开始有一系列连串的活动 也欢迎各位议员能够拨控指教 其次在开发多元产品的部分 为了让整个高雄海味的品牌 能够在各种通路平台上曝光 那海洋局这边也跟全家 超商合作 然后以及结合今年高雄啤酒节的活动 让高雄海味成为下酒菜的食材 以创新新的菜色 再来在电子商务的应用方面 包含高雄大圆摆 以及福岛整个永安成立渔产商店 都是我们今年上半年 其实持续努力的行销方式 另外再结合本市的百货卖场 然后在大圆摆以及台旅都进行相关的这些合作方案 尤其在台旅的部分成立高雄海味专区 方便民众能够直接来购买整个高雄海味的鱼产品 还有在10月27号以及10月3号也就是下周四开始 在高雄展览馆也要举办整个高雄国际食品展 那我们在高雄国际食品展里面 也成立了这个高雄海味专区 持续推广本市优质的鱼产品 也欢迎各位议员莉玲指导 第二在鱼业资源保育局永续利用部分 一方面第一个在海洋资源的保护及宣导 藉由本市海洋团队执行 海洋污染联合防治机查 以及海域环境的背景监测 以及渔船加油站污染防治考核的部分 持续保护本市的海洋资源 那相关的稽查的次数 以及海洋教育的部分的场次请参阅 另外在水产品卫生安全优质化的部分 相关辅导养殖家工业者参与产销履历 加强整个未上市水产品的抽验工作 以及相关的水产品饰料的抽验工作 也都持续的推动相关的抽验件数 以及辅导的成效 请各位议员参阅 另外各位议员大概经过今年其实包含一月份的寒害 以及九月份夏季整个台风的应变的上面 我想也是各位议员很非常关心的问题 首先在整个一月份寒害的复养部分 整个水产物的损失金额大概近八亿元 那现金救助的部分总共有两亿八千万 那也都已经全数的发放 另外也非常感谢议会在上个会期 通过了整个养灯的自治条例的修正案 解决永安弥陀地区长期以来 因土地持分没有办法取得养灯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已经在六月六号发布实施 然后六月八号生效 那行政院也在九月九号被查 然后所增加的养灯的件数 申请的养灯的件数总共有129件 然后增加的面积大概有101公顷 这对辅导渔民能够符合整个现金救助的条件 也起得相当的成果 另外整个本局推动整个含害过后的复养计划 也在今年的九月在永安办理相关的 这个养殖含害预防以及复养技术讲习 那与高海科大合作 然后邀请各个市集所有的产销班 共同来参与相关的这一些讲习的部分 另外针对永安地区台边温排水的计划 我们预计也在11月中取得期中报告 明年3月完成规划报告 那在9月份两次台风的灾损状况 总共有造成整个本市养殖余业 大概6500多万的损失 本市除了在台风期间 遇布抽水机 也在差跃后协调整个台电 余温付电的工作 希望降低整个渔民的损失 另外在整个农委会公告 高雄市为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局第一贷款地区之后 受理的受灾户到目前共进有43件 本局也会协同公所加速整个拨款抽查的流程 使受灾户尽早能够取得现金救助 那在整个渔业重大工程的部分 105年合计办理了33件的工程 投入大概超过7亿元的工程预算 正在进行大概的重大工程有LNG的海水管线的扩充工程 总经费有1亿5000万 预计在今年底完成整个规划设计 明年底完成工程的施作 那在南辽渔港的海岸光榔第一期的工程 也已经在今年的5月份完工 那只关雨获的直销中心经费总共是8000万 那现在正在施工中 预计在明年的7月能够完工 钢山雨市场的签建工程 总经费1亿6000万 预计在今年完成整个设计 在107年能够搬迁来启用 那针对凌云中云与港东方活体延长的部分 也预计在今年的12月完成设计 然后107年的6月能够来完工 那接下来介绍整个未来的工作重点的部分 首先在发展海洋产业开发基础建设 相关主要推动的项目有 配合相关的国际邮轮的航商港务公司 以及本府观光局的部分 共同行销高雄的观光资源 然后期待整个未来 弯靠邮轮的部分的增加 以及为朝向整个这个 游轮母港的方向政策方向 那有鉴于现有游艇博位的普遍不足 那我们也会检视相关的这些港区空间 以释放来包含商港区范围 以及渔港区范围 释放更多的空间 鼓励民间来新建游艇码头 那第三个 整个在新达渔港 元阳博区的分歧开发的部分 本府这边 采用局这边也会持续 整个渔业署 以及相关的这些 包含经济部 交通部 国发会等中央部会 研商整个港区的定位 然后分歧进行开发 另外在整个推动渔业加值 以及加强行销推广方面 我们也会继续 媒合更多的通物 并建立整个地方养殖渔业的品牌 落实放养量申报 跟查报的作业 另外本年度也兼取到 整个地产基金的 针对弥陀地区渔会的补助 然后复制永安的模式 行销弥陀的 拭目以改善渔村的景观 并发掘渔村的文化特色 另外在整个养殖渔产品加工的部分 也持续辅导养殖业者 加东业者渔会 共同发展在地的观光产业 观光渔业 结合产观学研发 具有特色的渔产品伴手里 开创及行销渔产品的自由品牌 结合行销网路及品牌包装 办理产销履历认证 以提升高时优质渔产品的产量 另外海航局针对持续行销推广 高雄五宝行锁 高雄海味的商标品牌 结合餐厅及各式通路 并辅导业者参加相关的实行版 开拓国际市场 并持续辅导现有的养殖户 能够取得整个养殖渔业登记证 配合国土的富裕政策 引导整个养殖业者 能够合理的有效来利用 整个水土的资源 辅导整个养殖渔业的升级 最后整个在保护海洋环境 以及推广海洋教育方面 持续办理相关海岸法的相关工作 配合中央订定整体海岸管理计划的作业 健全海岸法体制 以及落实大高雄市的海岸管理 另外持续推动本市海洋污染的防治工作 强化海洋污染防治联合集查的机制 并办理相关的训练以及演练 未来也正在规划 就是以不预警的方式 进行相关的这一些演练的工作 与外单位也持续合作 包含与教育局与中刚 与相关的这一些洋民文教基金会等 加强整个海洋教育的广度跟深度 以落实整个海洋的环境教育 以上是海洋局的简报 请各位议员指正 谢谢 接着进行农林委员会议员业务直选 首先请张汉中议员直选 时间20分钟 谢谢大会主席我们众议员 我们农民小时所有 我们各局长副局长 以及各位所长 以及我们议员同学 以及我们在我们的记者先生小姐 我们在电视机上关心 高雄市政的我们的市民朋友 大家有安 在这里我收线 我来跟我们农业局长 我专家的我们的伙计员 我也在给你提供 提供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学时 我们的学时的这段过程 更进行学习 更多对农业的一些知识 是不是可以直接跟我们的教育部门 来在我们的农村生活方式生产过程 纳入正式课程并安排 学统实际农村的体验 我相信在这个方面 我相信在这个方面 可以让这些孩子们生气 可以了解到整个农村的生活过程当中的生态认识 当然在这里 例如我们的日本 也很多家长都会安排 一定的时间 带我们的孩子来到我们的台湾 体验台湾农村生活 其实我们的美両教育 应该都有这个设备 是不是我们的农业局长 在这个方面 我刚才也要你提起 我们怎样去结合我们的教育局 当然让我们的孩子 才能学到一些农村生活 农生一些相关的知识 在这方面是不是 局长 在这方面 我刚才在肥肌当中 就有你给他提借 是不是有在 实际的来去进行 实际的去跟我们交易局来地互动 整个大高雄 所有我们的 我们的一些小朋友 让他们认识农村生活 是不是这方面 局长 你有规划 还是什么看法 来向我们高雄社民 高雄市民朋友 来去 做一个较最多的介绍 全机上大副 谢谢主席 谢谢张议员 对着我们整个农村体验的 跟学校结合的关心 在这里跟张议员 报告一下 那么在我们和国中小学校合作的地方 利用整个一个在地食材责业 我们有30间的一个国中小学校的学生来所取 就是我们在地食材 第二项就是在场次有机农业的一个教育方面 我们也是和我们这个学校来合作 目前已经有基盘 落定的厨房内跟我们的国中小学来合作 另外我们透过整个农村体验一个集团的表演 我们也在高雄跟各个小学 有合作了五个场次 那另外最重要的 就是说在地实际的一个体验 我们跟我们的所有的学校来合作 走入农村 那包括大树 美容 内门 这一些 我们透过一日农夫的体验 然后结合我们农村在地的旅游 让我们小朋友认识在地的食材 认识在地人的文化 和在地人的食材 在地人的观光秘境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都市的小朋友我们怎么样 我们在高雄物餐馆 我们办理了小小在地食材 我们小厨师的一个活动 另外在物餐馆旁边 我们弄一个迷你小农田 让我们都市的小朋友 透过我们一些行农的教导 让他更认识我们在地农业的一些产品 这样让一个小孩 食材在地食材 给他的家庭 他的室大人 可以供我们的产物 这点 我们这几年来 一直绿绿绿绿的在做 在这里给丁远报告 市长 应该我一直理解他体验 就是在这个期会当中 制作我们要去 用心来去 跟我们的教育局来去互动 这些工作 让一些我们的小朋友 让他认识我们的农村 农村那种的生活 包括他也去影响过去 在农村的生活过程 其实现在的孩子 应该他不会去了解到农村生活 那种习惯 应该是目前我们的孩子 没有办法去接触到这种农村的生活 农村的生活 是不是这个 要是不是要加强 来去家庭 来去真的 你刚才说的 给介绍之后 我也听得很上识 是不是 再加强 是不是来朝这个方向 是不是有这个方向的去驾驶 这样 其实我们在地 我们这些学校 我们跟教育局的合作是很密切的 那么特过一个教育的一个系统 然后来实地 很实乎的走入农村 让我们的农村 我们的一些年轻的农民也好 或者是我们农业达人也好 在我们的县城 介绍我们的孩子 要怎么整地 要怎么满王来 要怎么满伯辣 这一点 我们其实几乎 几乎 我们一日农村到现在 以乎我们农业局推动了 已经有1100多个场次了 那参与的学校团体 自己去报名也很多 那我发现一个 很实在的现象 就是参与一日农村的人 几乎选业的 都是我们有很多 都是小学的学生 配合家庭 那一日农村的 体验 那这点我相信 未来我们就继续再来努力 可以越做得越好 这样 市长 这之外 我还提前一个 我上几天有给你一个 显示这个案件 因为我们目前在菜市里在买菜的菜方 其实目前我们一直要求 我们的菜来到菜市里在买 我们的荣耀成分一直要比例不能有荣耀的成分来产生 但是这种展现的过程 我们的荣耀成分 我们的荣耀成分 因为目前你减厌是我们的卫生机嘛 卫生机来抽烟我们的菜市场 所有的 我们所有的菜家 你买菜的 就是要抽烟这些荣耀成分 这是我们的卫生机 但是我那天给到一个 有些这种案例 我感觉是不是我们要跟卫生机来抽烟过程当中 你要直接当场要去了解这些菜市里对来 是不是我们要来去跟卫生机来结合 你要抽烟当中 你要直接今天这个菜市从哪里来 是从菜野来 从屏東来 从台北来 要直接在查证当中 要直接当场要去查 查吃这个菜是从哪里来 但是 有可能是不是 难免舒服掉还是怎样 今天去把那把菜拿回来检验 检验两个月以后三个月以后 你这个菜 那个农药成分有超标 要怎样怎样 在那你叫这个菜蜂 要用那种方式去找出这个 这个菜是哪里来的啊 我是说这个菜要为对 在对三星的 我们当场要去水桌 去了解这个菜是为对来的 我是不是说局长这个都可以来跟我们的卫生机来去结合这个 要检验这个工作 我跟丁远报告 我必须要说明 其实我们的检验是跟卫生局在密切合作 那么我们都知道了 我们的菜来自北斗的国管区 所以说卫生局查到这个 他透过我们 比如说他的菜翻来说 说他这是在分年买 还是在其他管区买 还是在公地安 那么他刚才说了 他把卫生局把这个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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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上市地他就按这个比如说他的主管机关 比如说其他管区的都叫我们去查 所以说我们这是密切合作 那庄牧市政府这样的都要做的是什么 田间管理做和谐 所以说我们检验的处事 就是说荣耀检验的产业的处事是全国最多 那么我们透过整个集业 那个生财利率的制度 我们冲着我们高雄上一个合格力 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 所以说刚才订阅所说的 其实我们卫生局一直密切合作 一直密切 因为反正他今天买开 他才知道我这个菜是在对一个管区买的 他不知道这个管区所有的来源是对一个浪民的 所以一定有一个时间 我没可能说今天虽然检查到 虽然会对一个浪民的 因为他不是从源头取得的 不是从源头取得的 总言局长 我在提前这就是说 我们要把我们整个大高雄市的市民 在这种的卫生的把关 我们要来做调调调调 我们再来个努力 还有一点我要请教 这个检验单位是哪个单位 我要请教局长 因为我们有一些我们的卫生区 我们要为日本进口 为外国进口 假设是葡萄 好 来进口来到我们的高雄 让我们的高雄进口 在检验这个 然后检验那个农药有超标 这个单位是哪个单位在检验 我们新建农委会的防检局 农委会的哪个单位 没有 他就是防检局在做检验工作 防检局在检验过程 因为我们高雄和特洪 他好像有两个标准 他有派出医院是在我们的海关 派来到我们的海关 但是我们好像有两个标准 我跟你说两个标准当中 就是说因为我们高雄这边 有可能我们这边的业者 向日本进几个例子 他进那个葡萄来高雄 来高雄 他进来他在检验过程当中 我们那个桃园是 好像是一波都可以改革 我们这要两天 应该这个情形应该不会是这样子 目前就是这样 但是这一点不是这样 如果还是这样 我们来跟防检局来联系一下 来反映一下 因为我所在 应该是不管是台北关 或者桃园关 或者高雄关 他的速度上应该没有这样子 现在就是... 所以定員你所说的有这个情形 那么我来跟荣威反应一下 目前就是... 有这种产生 有这种的产生 到集团夹着的那种非常... 因为它的浸 那些东西 你两天到... 两天到... 那个新鲜品质有差别 所以说定員你所说的这个问题 那么如果后来就会 我们来跟荣威反应 好不好 好 谢谢 请坐 我们水利吉 我在这里明白了我们厄長 因为... 这个我修出来 你应该... 代表... 我要给他介绍就是... 因为我们的丁巴黎 这个重点就是... 啊... 我们的丁巴黎 我们没有大牌 我们没有大牌 现在我们... 可能... 既然你如果... 我们丁巴黎 我们的文宏东路过 目前那里 将近 所有的大楼都盖在... 在那个地方 那个大牌已经... 现在... 你们如果有那里过 可能... 如果要逼... 如果要逼... 乘客一个乡有更多人了 我们现在有条牌 我们说有条牌 啊... 重点就是... 那个... 我们没有大牌 因为那个丁巴黎 因为当然... 我们嘴里纸非常重视... 这个... 这个环境 也是一个担... 派人来去... 把这丁巴黎 但这丁巴黎 我也要麻烦局长 甚至... 我们... 回去来 一直在... 大家丁巴黎 有放这丁巴黎 你放这丁巴黎 非常... 因为很近嘛 你里面... 那里面... 有一个那些浪土 没有穿开 你丁巴黎 不然一丁巴黎 它就很重了 我们就... 就... 还要浪費很多的时间 来去清理这些草 这些草 这草草以三千 到... 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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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局长... 这方面... 是不是... 可以来... 规划还是... 那里面... 那... 每年度的这些工作... 其实是持续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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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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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那里面... 现在我们在强势 我们的强势当中有分区 这个区是不是有强势 那个区是不是没有强势 目前我们好像 以我了解是我们的青年路 跟我们的综艺里 这些所在现在是在强势 打污水处理的过程当中 要强势处理污水处理 但是刚刚好 我刚刚买进来的工程 有我们的同行 应该我直接讲好了 我直接讲好了 就是我们的田马 因为他田马中山西路要躺在后面 去那里 去那里北米豆楼 当然 他刚刚跟我说的过程 就是 整几天好像我们的 我们的同仁有去 跟他们去互动 要给他强势 他刚刚跟我介绍就说 你们政府也没有把我征销 那土地是我的 你如果没有把我征销 你要把我强势 当然我们有通过这个 我们因为有制度条例 我们有通过这个 强势这个制度 但是 我们要怎么把八Ste 沟通 要怎么把八Ste 去公公、给八Ste 他认同 怎样配合 我們来做这个工程 所以 这方面是不是要用 要用沟通的方式 来跟百姓 怎样去沟通 讓他聽下去 剛才他跟我剛在電視台中 他在那裡幫我找到 我聽到也聽 覺得說 百姓其實他們講了 他們的利益 我們有我們的時間 時間的我們的出發電視台 要讓他們很清楚 我想局長是不是要加強怎樣去溝通 是不是要加強怎樣去跟這個支援溝通 跟議員報告 我們這個用戶接管 它在辦的過程 我們先是以一個區塊 如果它已經屬於說 我們已經公共污水下水道 已經到達地區 這個部分我們會做公告 公告以後就會把後續這些用戶接管 包含後向住戶必須要拆除的 我們會做一個相關的勸導 而且會請拆除隊這邊來配合 配合的過程可能有類似 剛剛議員所講的這一些狀況 處理狀況第一個除了跟民眾溝通以外 那我們如果是在公司分界點 我們有分這些相關的一個界點 那內部的那個私地界這個部分 當然就是要地主一定要強拆 如果他不拆有他的一個違建 這個部分我們會請公務局這邊來協助配合去執行 那當然我們目前推動的一些這種案子 我們還是持續用勸導的方式 那目前的成效還算不錯 那後續我們類似這種狀況 還是用一些相關的勸導方式來跟民眾做溝通 當然 局長我剛才提出的就是 因為八成有可能他們的想法跟我們的做法 有點落差 可能有點落差 是不是用哪一種方法來去跟這個 怎樣配合我們這個公共工程來去進行 這是真的要去跟一個 一個類似說真的要去跟百姓來講得很清楚 很理解怎樣來配合我們這個污水處理的工程 是不是要朝這個方向 好 那一個 我的介紹就是 我們中山西路那間非常大間 那間田馬基車行 那間在後面 他在那裡 那個做的飯他做得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你現在要跟他聽 對一個八成 要跟他聽的過程 五顆零 他沒有辦法很容易就接受我們給他採除 是不是這樣朝這個方向 好 那個我們在 我們科長會再跟議員去現場 然後再去現場溝通一下後續的處理方式 好 接著下去請王耀玉議員質詢 時間20分鐘 感謝大會主席 那有關今天的農林部門的 業務質詢 那農林部門的各位局處長 以及議員同仁 還有媒體女士先生 大家好 那現在農林部門的一些業務 在各局處所主辦的業務 那本席也列出很多需要來加強 確實要改進的 也請各位局處長來說明 並配合怎麼樣來把 把這個工作把這個任務把它做好 那首先 我們針對海洋局的部分 那剛剛海洋局長 有談到我們中雲漁港 東環坡體的延長工程 那我先來請教海洋局 我們的洪科長 那預計是在明年初動工嘛 這個一億六千萬 那是107年的6月完工 那有沒有辦法說我們在這個 時程上縮短 看在看在明年 明年106年的年底就完工 不用拖到107的6月來 是不是請我們科長 針對這個問題來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那個王議員 因為我們這個工期 那個當中可能會遇到防汛期 所以時間是抓400個日曆天 那如果明年的防汛期間影響小的話 我們在12月底完工 應該不會完工 大概到80% 90% 但是一定會在107年的防汛期 以前會完工 那我們就盡量 在施工的當中 那也要克服一些施工的困難度 然後把它看有沒有辦法來 把它提早完成 因為我們漁民進出那個漁港 東環坡體非常重要 好 謝謝請坐下 那還有中雲漁港的蘇菌 中雲漁港蘇菌在今年也 我們海洋局也有來做一個測量 把中雲漁港的所有的蘇菌 那報中央漁業署 那目前現在的進度為何 也是請我們洪科長 你這邊來說明一下 謝謝主席 王委員 我們這個案子 其實我們經過測量 要蘇菌的那個 總共有3萬立方公尺 然後它水稱是-3公尺 就蘇菌到-3 然後我們報到漁業署的結果 因為一般漁業署對這種 蘇菌的案子 它都會蠻支持的 但是它今年是沒有錢 明年的部分 它是希望我們再匯整上去 它原則上會支持 那今年度等於是要等明年了嗎 這個蘇菌 主要是因為這個案子 換算起來的那個金額要到2,300萬 我們是希望那個中央能夠給我們補助 它核定了沒有 還沒有 它現在只是說原則上它支持 原則上支持 所以還在爭取當中 是的 那會不會在年底就定案 因為它的預算要通過才能給我們核定 大概是明年的事情 好 那這一點也請局長跟科長 針對我們 因為畢竟那個漁港沒蘇菌的話 根本漁船就很難停靠 所以這一點那個科長你也非常了解 你都有到現場關心 也感謝你的用心 所以在中雲港的蘇菌 本期也希望說 如果說今年度 年底已經沒辦法來籌策金會 那當然明年的預算裡面 那我們可以再籌策 這個中央核定的金會 那我們可以在明年初 就來把它動工 把它來蘇菌把它完成 好不好 預算大會就可以立即進行 好 那預算的問題再努力 那另外那個上尾漁港 因為現在我們的麻糬又到了 漫漁劑 漫漁劑到了 那目前上尾漁港有沒有辦法 讓漁船這邊來做進出 科長你 跟議員報告 我們上尾漁港 他本身我們從安檢站到航道口 都有做淤泥的挖廚 他從那個十月就開始做了 所以我們到九月就開始做了 所以到十一月曼苗期開始 應該是沒問題 因為現在已經做到出海口的部分 好 如果科長你說沒問題 那十一月 我們來驗收成果 告訴科長 局長 我們來現場了解 好 謝謝 來請坐 好 那再接著就是 這一次的颱風災害 在市長的市政質詢 因為時間有限 本期也沒有辦法講得非常詳細 當然 在為什麼 我那天講到說為什麼損失八億元 那在區公所那邊登記才登記 將近六千萬元 因為整個林園就是在養殖區 他那邊 將近要有一千戶的養殖 養殖戶 不過有養殖登記證的 剛才有150戶左右 你150戶 將近要九百戶沒有了 不怪 這次中央核定 也沒有把現金救助 來把這些沒有養殖登記證的 都給他排除在外 所以說 在這裡 本市也有提出 是不是可以我們用專案 再來把中央 這個現金救助 看要怎麼來 來到外 不然這些 這些我們的市民 和這些勇士 真的非常的難過 你看 整個 整個 這個 整個都展開嘛 展開你這些蝦苗 魚苗 在那裡已經 已經沒辦法了 因為你的減水度已經破壞 溫度也破壞 又停電 這裡全部 你的魚苗蝦苗 如果他站上去 你真的看過 都跟水燒上了 所以說 他們的認定 認定 有時候在魚苗蝦苗 他要認定 他的損失 沒辦法認定 所以其實 他們的平均 一個養殖戶 有五十萬 的這個 我們的魚苗蝦苗的生息 如果這個儲退 將近三十萬 所以一個 如果八十萬 來計算 一千塊就是八億 所以說 這裡這個 鳳梯 作成任務 這些勇士 非常嚴重 所以在這裡 這個 現金救助的部分 實際 未來 我們的養殖 登記證 我們的局長 有什麼樣的 努力的方向 可以讓我們 一千塊的養殖登記 這個勇士 都符合 我們這個養殖 讓它出的養殖登記證 來請我們王局長 來說明一下 好 請局長答好 謝謝主席 謝謝王議員 我想 感謝王議員 對整個這次風災 整個林原地區 這樣的一個災害的部分 當然 我想實際上 公所報上來的部分 跟王議員之間的數據上面 來講 有一定程度的落差 我想這個牽涉到就是說 第一個 大概餘溫的口數 大概有一千多口 沒有錯 可是當然 每一個的養殖戶 當然會有一些更少的部分 另外就是說 整個所有的蝦苗 這些漁苗的存活率 預存率也是有一些不一樣的存在 所以說這個部分 可能還是有一些這樣的落差 我想首先順著說明 再來就是說 針對這個水產物 整個依照整個現有的 這個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的 這一個部分 當然它必須要符合先行救助 其實要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它必須要有 像執政激政 第二個它的土地設施水源 必須是要合法使用的 第三個它必須去先 必須去做放氧量申報的動作 其實這三個條件的部分 符合的話 它才能有辦法先行救助 所以說我想針對這樣的一個部分 很多部分過去我們寧原地區的 這些返氧磁場的部分 主要還是因為水權的部分 那其實海洋局這一邊 其實在10月12號的部分 也邀請包含我們自己的水利局 以及中央的河川局這一邊 來開過針對這個水權的部分 其實未來要如何去輔導 整個養殖業者去取得 合法的水權的部分 大概開會做了一個研商 首先第一個在整個水權的部分 在整個根據水利法的規定 其實是在平均的低潮線以下 取海水的話是免水權登記的 可是現在問題的 主要林園地區的問題 還是會出在就是說 跨海跨體取水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 河川局的部分 依照河川局相關的這些規定 其實是沒有辦法 合法的使用 那這個部分我們持續也 也請河川局提出這個說明 然後就是說 看是不是能夠尋求 有一個解決的空間 讓整個相關林園地區的 繁洋業者可以取得到 合法的水源的部分 好 局長 那有沒有 我本期要了解就是怎麼突破 當然就是水權嘛 因為現在卡在水權的部分嘛 那目前我們在西山那一段 已經有做 水利局有做一段 四百公尺的納管嘛 其他就是靠 一個我們的 私地公園 3K的私地公園 那邊還有管線可以接納 那其他 其他的海岸線都沒有了 所以這個就是你剛剛講的水權 那水權就是我們海洋局 主管機關要跟水利局 跟河川局 那怎麼樣配合 所以這一點就是我們要突破的啊 是 所以說我就說 跟議員報告就是說 我們10月12號 其實就找了相關的單位來開國會 看有什麼樣的一個突破方式嘛 第一個就是說 在水利局部分大概沒有問題 依照取海水其實是免水權登記的 現在主要的問題會出在就是說 跨體取海水的部分這樣的一個設施 是在河川局這邊主管的機關 相關的法規 這樣是沒有 不適合法使用的部分 那我們也後續再持續跟河川局討論 就是說如果說 第一個在跨體取水這個部分 是不是能夠有一些怎樣的 管線收納 對 那除了管線收納之外 那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 就是說 當然管線收納 為了景觀的這個部分的處理 我覺得這個是一定要處理的 那另外就是說 那跨體取水這樣的一個東西 是不是能夠有一些突破的方式 那這個部分 我們會再跟河川局來這邊來做討論 所以這一點 那請海洋局長看 在最近還有沒有什麼方式 再跟河川局水利局這邊 然後再把這個詳細看怎麼樣進行的這個規劃方式 再跟本席來做報告 好 好 謝謝 請坐 那現在就水利局的部分 當然這一次的風災非常嚴重 那不只說臨遠 整個全高雄市 這裡淫水的地方很多 當然我們水利局 當然我們水利局 所有的統領都很用心 都集中這個救災 這裡有一些這些 我們的水高有什麼的淫水 這一定要徹底來把它做一個檢討 因為你淹水一定是它的排水系統出了問題 這個不是不能怪說 這裡的洪水就是 當然洪水短暫時間來暴雨造成淹水 可是我們看怎麼樣把這個系統來做改善 所以在這裡局長很專業 也要請局長來關心 我們這裡就是五湖 五湖路這邊也經常就是五湖路 五湖橋 這邊是中雲排水 中雲排水五湖橋這邊 然後要接要從五湖橋這邊往五湖路 這一段 這一段就是非常 都是積水非常嚴重的 這裡 我們現在看到這裡 那這裡是屬於烤潭大牌 烤潭大牌當然在臨遠的排水的一個整治計畫 臨遠排水的治理計畫 在剛剛我看水利局長他有 你在你的工作報告也有說到 說到這段 這段有三億七千多萬 這段雲圓大牌的這個大牌那個地方 那裡要處理 不過那是末端 末端處理後 可能這個地方 烤潭大牌 在我們整個治理計畫是安排 是排在後階段 在後階段 當然我們也可以看怎麼樣來讓它的 它的排序可以再往前 不然這個地方是很嚴重 這個烤潭大牌經常 洪水泛濫 它這裡你看都很嚴重 這是烤潭大牌的部分 然後這裡是內坑路一百五十八號 一百五十八號這裡 也跟我們水利局有一線刊 這個地方 它這個堤房 它這個粉凝土的這個堤房 只有這個是當初台八八線 在做這個工程的時候 它這裡有做一載差不多二十公尺而已 這邊是我們的 這裡有這個住戶 他自己 他這邊蓋了將近五十公尺 其他裡面都沒有 不怪這裡 全部的排水 全部的這個整個泥土 都哪邊就放下 放下整條大牌 那整條大牌 排水流下來 這裡就是台八八下面 不怪這裡櫻水 整個台八八路面 全部都櫻水 非常嚴重 這都是有關 你看 這裡就是民樂壇加油站旁邊 旁邊那個產業道路 這條 蓋在這裡也是整個 全部都泥土 這個水土保持科 還在現場看過 那裡有人破壞水保 所以這裡的問題點都有創作 創作就是說 後續我們看怎麼樣 來針對這個嚴重的淹水的地方 來做改善 那這裡這裡也一樣 一樣是內坑 內坑這邊 淹水都非常嚴重 這個都是內坑里 147號 所以說在這裡 這裡淹水嚴重的地區 相信不是只有 本市所提供的 我們水利局都有詳細資料 要怎麼樣盡速來做 來請我們局長 針對這個問題來答覆 請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王議員 那剛剛的問題 我依序跟議員做報告 那首先是五福路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 我們在過去幾次的一個 那個豪大雨過後 也曾經有發生那個 淹淹水的一個狀況 那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 有一些是 側過負面的阻塞 那也有可能是 那個聯通館內部 的阻塞 那我們水利局 已經要做一些 開挖調查 那另外還有一個 主要原因是 中雲排水 中雲排水 其實我們目前水利局 在改善 後端有在改善 對改善完以後 其實會有 對這個淹水的狀況 會有幫助 那另外一個就是 烤潭排水 烤潭排水的這個清淹 我們每年持續辦理 那今年度的那個豪大雨 我想很多的這個 河道淤積的狀況 會比較多 那所以我們在那個 年底的話 會比較大量的做這些 淹土的清淹工作 那烤潭排水的整治 我想它是屬於整個 林園排水的上游端 那林園排水 其實過去一直沒有提 相關整治計畫 那我們這次提了 這個案子 從都變到未來的整治 其實會投入 非常多的一個經費 那這個對於烤潭排水 後續比較會有幫助 那剛剛提到的 這個內坑路158 這個其實在去年 我們已經到現場去看過 那這個部分 它有涉及到一些 那個過去台八八下面 流的這個排水 相含太小 那我們必須要做管籤 才能夠把這個相含擴大 所以管籤的這個協調 已經完成 那管線單位簽完這個改管 我們會水利局 會把下面那個 台八八的這個相含 把它加大 那加大以後 其實是可以解決掉 目前八八下面的一個淹水 好 局長 那大概這個工程 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我看台電 現在已經在簽一萬千 那我們這個大概 預計這個工程 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其實它如果在 我們原來是希望它今年年底會簽好 那其實我們整個工程 我們自己要辦的這個相含加大工程 大概是半年之內就可以做好 不會太久 因為那一段不大 但是還是要跟議員報告 其實那一段做好以後 是讓整個山邊的水 更快流到下面去 那流到下面去 剛剛議員所提到的這一個內坑裡面 像那個歡喜鎮大樓等等 那些區域的水 其實那邊很低窪 還是沒有辦法排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短期 在那個區域 過去我們有布了一台移動式抽水機 但是我們上次跟區公所去會看 還是不夠 因為那個地方的那個 激淹水的面積太大 那我們要提升它的一個保護標準 我們不能說它完全沒有不會淹 我們為了提升它保護標準 目前已經要求設計公司在設計 我們會增加一個集水井 那把那個區域提升為兩台移動式 大型的移動式抽水機來做運轉 大概這樣會做一個比較有效率的一個改善 那局長還有一點 就剛剛跟海洋局所提到的這個 我們的養殖登記證需要水權方面 追款當然是我們的水利局的這個業務 承辦業務 這個當初我們水利局有規劃到 林園海岸的整治計畫 林園海岸的這個八公里的景觀呼籲海岸整治計畫 那這個工程目前進度到什麼地方 跟議員報告 因為這個案子我們水利局這一邊規劃 上次有開過 有要議員來開過說明會 那因為有部分還涉及到後續 可能涉及要都市計畫變更 以及爭取經費 那跟議員報告就是剛剛提到的 我們已經完成了這個400公尺的管線 已經有收納到那個堤房下面這個部分 當然那個地方如果要核發水權是沒有問題 那剛剛那個海洋局王局長所報告的 屬於這個六河局這一邊的權責 因為還有這一個跨他的這個海堤的一個取水 必須要他同意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會協助海洋局這邊 來趕快跟河川局做溝通 那只要核傳局那一邊 那個工程我們目前還沒有擬定整個先期計畫 目前因為上次跟議員報告的這個規劃 那這個部分因為報告跟議員說明以後 市府這一邊還會報一個先期計畫去審核 那這個我們也是有持續按照這個計畫在執行 好再給兩分鐘 那等於這一個臨原覆域的海岸計畫 海岸計畫的景觀覆域 那請局長在因為之前是韓總工程師他那邊來做那個會議的主持 我們儘速因為那一天開會很明確嘛 我們把那一些各單位的意見 然後看怎麼樣來來把它進度 把他來趕快把把他來提前來把他施作 這樣才可以改掛那個臨原整個海岸線的一個類似決定 決定現在也做得很好對不對 所以這一點也請局長再廢後再針對這個臨原海岸富裕的這個景觀計畫 再跟本席來討論好不好 好 謝謝 請坐 另外在農業局 在這裡我們紅苔過的菜價居高不下 相信在農業主管機關 我要請問我們農業局我們的局長 要怎麼給菜價來穩定 讓我們的民眾合胞不治縮水嘛 可以讓我們的佩生可以取得我們的合理的這個價位嘛 也有蔡榮齁 蔡榮他的你如果風胎財海算是越大 當然他也沒什麼東西嘛 現在價償館其實也不是蔡榮館的 這價償館都是那種盤商 所以在這裡請我們農業局局長來針對這個菜價如何穩定 再來提出你的講法來 好 請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王議員 跟王議員報告一下 我想這次台灣對我們的栽損蠻嚴重的菜價 當然有一定的程度影響 那麼這一次農委會也馬上啟動了整個一個機制 包括整個復根的工作 那麼第二個我跟王議員報告 目前農委會一直在做好 就是說他們成立一個台灣農業國際開發公司 那麼會進行的就總引進國外的一個菜 然後今天來到台灣來輸解整個一個壓力 那另外呢 那麼也結合公平會跟消保會 進行市場一個機制的調查 但是很重要一點 那麼現在的話 我想融合這一個做得很不錯的就是說 他們會建置一個鋼骨型的一個加強型的溫室 那麼我們經過這一次的考驗 我們看到呢 一些藍化岩裡面 因為它建置的是有鋼骨型的加強溫室 這一次受到十六級風完全沒有摧毀 所以說這一個現象呢 我想高雄市政府在這一方面呢 未來一定要協助我們農民來提供這種建築 對 對 所以說現在包括我們子官區 我們子官區的蔬菜專區已經開始種植 然後依據下個禮拜的話 整個葉菜類都可以縮成 這樣子 謝謝 好 接著請林護保議員質詢 以河泉峰議員共用二十分鐘 謝謝 報告下 那個林護保議員質詢完了休息十分鐘 好 謝謝 謝謝主席總議員 我們農林委員會 各局處所長 大家說我們大家好 首先我有幾個問題 要請教我們水利局 這個水利局這道棉機的大家很辛苦 但是說很辛苦 中秀也還是有怨言 我覺得很多 有時候剛才我們今天有報告 我們的成功水產 這道屬性真的有發揮它的水功能 如果沒有那個水產我相信 客手這道飲水會更加慎慎 但是它這道本身去看 那個水產完全要來複合像這道 它的下水量是完全不可憐 因為那天我有聽到房文科 郡局長他在說 你們有價位在中流水準做一個攔截 所以那天七八點 我有在追求 那個水量 代表是中流山 中流山漏了整個洪水 還有水利肥他們的水準的水 整個那漏了 那漏的水你看你怎麼怕 那不是山水 那不是洪水整個都整個洪路 那一定流山那裡去 所以說你又怎麼設計 那個水產完全沒有那種能力去複合 那些大的水量 所以說我今天聽房文科說 你們有價位要向中流 討一個在那裡的那裡的水 那屬性很好 你如果藍水和那裡的那條膏 那個叫我們膏一下 屬性我覺得一定要努力一下 那條膏一下 還有 那天晚上的時候開書面會 因為 困酒裡裡頭到南酒裡裡頭 它在那裡受驚 尤其那裡是島 那已經久了 我也不去海面共同 蓬燈 那些粉酒裡頭水 因為 總之南酒裡的水如果比較丁 會多少醫療 再來進邊 所以那兩個就在那裡說水怎麼流 以前我也跟劉斯汪做副市長想的 我認真是我們第三例跟困糙例 在高速公農那裡 那天我忙他們也報告過 那個高山跟土地做一個自鴻池 那如果做自鴻池也可以減輕 困糙抽水再它的負荷量 說真的啦 困糙抽水 所以要發揮多少公寧 困糙你知不知道 那一代是要不可能 但是如果做一個自鴻池 它可以減輕 困糙抽水再它會抽水 所以慢慢抽沒那麼快 所以那天大家在所謂會 我不能協調 你後續有去做這個工作 我就不知道 我告訴我 困糙啦 困糙如果要來解決那些營水問題 不是說你進做成功提出站就OK 完全沒有辦法去復合 第一說你把中路山落的洪水水 攔浸 染藥 那叫啤 nhi 明星 你現在有法度 因為那個災7點我看到那山水落了 你看到會怕 那個人站在那你就站不住 水是怎麼那麼大還那麼大 再來就是那個工理上面 人家在那宛家在那小桌 就是因為第三禮跟昆灸禮 他們的水一定要靠昆灸 多少會昆灸在那裡 昆灸那也不可憐 所以我覺得他來做智王室 兩天就能改靠客酒淹水的問題 在這裡拜託教授 因為沒有那天聽聽的 後續一定要多多減少看怎麼做 我相信可以完成最好 但是再來就是我們那天 相信就是這個 那個工學 工學這幾天 他們的鄉親還有靠我 他說議員 你不要那天說一說 怎麼疼 那天教授你也說今天要報告結果 但是我剛才聽你的工作報告 完全沒有談到這個 真的一個問題 人為的因素 師傅的因素要怎樣去處理 他們那些人那天又吃靠我 議員 不是那天說一說的 因為那天說 那天安在那裡 所以說他們沒什麼 要做一個什麼衝突 所以說法國安局長 你一定要去把他們處理 對方的匯民 他應該盡了責任 那天他也說我很悲 他剛才抽兩點鐘而已 兩點鐘就沒抽了 俗試說這個 他如果有抽 也是他 但是你沒抽 完全責任 就在他了 那他們說的都不是理由 我現在也跟他們說 你如果要表一個工作 你的危機處理 問題就有風險 有風險你危機處理 你就要去處理 你說不需要一個理由 說何專局 那人說何專局 在做這個路 你車不可以進去 那都不是理由 所以說這裡 我要拜託決定 這件事一定後續 一定要做好 但那天這樣去檢查 那這個問題 你說是那個水利局 也那個農林水利會 你說這個農林水利會 你說這個農林水利會 說這個農林水利會 你們有時候 含農林水利會 你們的層級跟層級 大概大家 都會在溝通上 可能產生有問題 我覺得局長 你自己親親領對 或是拜託立委 拜託這個 或是我們大家做 含中議員 大家做回來 來做水利會 把這個東西看 要怎麼去處理 因為這個整個都是 味道來的 抽水站一定要做 抽水站一定要做 這如果沒有做抽水站 完全沒有人去處理這些事情 主席說這個 這三台 發揮什麼沒有做什麼作用 講這個 抽也不吃米 那個抽是多少錢 抽也不吃米 但是主席你們也知道 你知道這些水量都是 安美都來的水量 你講 你說這就是 又是農林水利會的 安無權 這是他們的產權 但是 也要溝通 這也是 公福利 鄉親 再三 交代 阿肥姓 說 一定要去 拜託 不要說那天公共 大家就 腳踏半半就沒問題了 這是在這裡 待會兒做個答好了 做個答就好了 還有 這個問題 六斤橋知道嗎 六斤橋 我解釋給你們聽一下 六斤橋 我 店面這裡 是林務局的 還有這次 學保局的 然後下來 這六斤橋 這是公路 這是公路局的 那不是公路局的 還有下面 這是河川局的 山頂上山頂的元首 把船頭折下來 這船頭折下來 這個折下來 這個折下來 這個 這都是林務局的 如果 比較多 那些水泡 水泡 比較多 是水泡 差不多20米 這水泡很高 現在 這條橋是公路很高 還有 下面 下面 河川是高 那天 不用 那邊 這個麵之 河桂 濃脂 那個河川局的 孫河川的檢察 要在那坊塞 在那要忘記了 那時候孫靠電話 我孫靠拜託立委 立委靠他們河川局的局長 也沒效 局長OK 但那個孫河說 他們局長沒有來親親告訴他們 他們怎麼不放人呢 在那叫要忘記了 所以那天我怎麼去現場 檢查了 那天我檢查 要去立委他們的水營檢查了 所以河川局 我們在這河川局局長 說他要去主導 要跟水部局 跟林務局 大家做一個協調 我是說 既然 我是說拜託局長 我們要介入一下 因為這是影響就影響到地方 很恐怖 這整個林務局長 整個像山這樣 整個水都撤掉了 撤掉的這水就是淫安 台人結合 台人就變成河 現在就是說 局長 他應該是救災一個支援官 為什麼 為什麼 他支派去蘇進 還要讓你來 我跟這個法庭 台人 你都要給他解釋一下 為什麼 局長沒有那個管嗎 這東西 不是說要拆掉 他把這個塑起 旁邊這樣而已 好 那天腦子很大 所以這個東西 我覺得 他們第一河川局局長 他要出來協調 我是說 覺得如果出來協調 是不是 剛才在災害時 授權給我們六歸區公所 全權處理 林務局 還有水保局 公務局 還有河川局 整個那個 你要叫什麼人來啊 整個授權給 其中六歸區公所 會固定全權去救災一個處理 我覺得要比較快 這樣對台人 那個鄉親 他的財產的問題 淫水的問題 只要我跟他解決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我做個公共的 因為等我時間 要找安何議員 還有那個水公司 環智妮 我要拜託一下 拜託你坐就好了 這陣子 我請聽鄉親 那個 客量歡迎 因為 這個禮拜 每天都有 可能是既然你們 那個新社的那個保障 沒有人要去標 我告訴你們賴主任 賴主任也是 真的 他不可能 因為沒有人要標 沒有人要標 就是 人家要新社的 衛生簽 一檔 衛生簽 半檔 都沒辦法去搜 賣錢 叫半檔 我也跟他們解決 就真的沒辦法 但是這個無法度 終究是減完 減完 你不能借這個理由 延續到太久 我拜託 我們建議 我們這裡 是不是你們外面 可以來 幫他們協助一下 因為他們 我聽說 讓那個 我們的養工處 發行政策 都會怕 是 保障 沒有人敢來標 但沒有人來標 因為你們有新社自來水 那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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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別人 沒辦法 是說拜託經理 還是說 是不是你們外面 可以成功 可以得到 支援那種 我今天有 我家裡的作例 把我們這台陳情的民策 給你們賴主任 拜託你們賴主任 想個辦法 但是我還是說 我選這個機會 讓我來拜託 讓我們協助一下 還有農業局 局長 我知道我和你講很久了 但是我現在要拜託一下 在海的補助 我心裡是兩天出了一個機會 把各區公所的主辦的 都要拿來收分 出個便當地 把便當地跟他們說 標準在哪裡 說實際上去檢查的人 理解書可能他們很專業 他教到金蕉政委長 可能也不知道 他們怎麼說呢 我有聽說 金蕉沒有倒的 他說那是不算 他不知道金蕉是靠氧的光合作用 那種金蕉都出來了 但是 李解書他不知道 他沒有做過事 他說那金蕉沒有倒 那天我就堵了一個 他說我一塊塊 就整個泡掉了 他給他煎兩聲 煎兩聲 我問他為什麼 他說他就沒有倒了 所以說大家認知的問題 他不知道說金蕉 那氹 如果整個澳 如果去那個 那種金蕉 那種金蕉完全給你討出來 好像不錯 所以說有時候 給他教育一下 還有一塊塊金蕉政委長 他總共有一個通路 他現在說漏在通路 說要靠起來 我看得很奇怪 農業設施 我本地就是 不然你要這塊金蕉八百萬 金蕉八百萬就五千層 對 本地我一塊塊金蕉政委長 本地就是要漏通路 他說那要靠起來 所以說念工 念工 拜託一下 不要讓我們基山 讓大家 我們人也要死 人家說那裡那裡怎麼 那裡怎麼 說冰東完全都沒有打折扣 我們這裡就打折扣 我說他們的打折扣 就是他們的專業不夠 因為李甘書他不是農業 他不是農業客的 所以說不知道 所以說一聽 拜託一下 因為我時間上 要來找安和議員 之後再拜託局長 你給我答覆一下 好 謝謝 好 請何全峰議員 謝謝主席 在這裡也先感謝 我們林副寶林議員 接著全峰 今天我時間 來請到農業局 蔡局長 我想在前幾天 市長在答覆 我們有一些公民團體 來到議會陳情的時候 他很明確地講 高雄市政府都是依法行政 將以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 作為政策的決定 等於說就是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之下 守護大多數人的利益 就是我們高雄市政府現在執行的準則 那我也看到 局長你在這一個會期的施政報告裡面 你把我們高雄果菜市場 列在第一個案子 也是最優先 看起來就是最優先的案子 那果菜市場的簽建 它如果可以完成 它除了打通我們的石泉路接 絕民路 解決我們高雄市區 長久以來的交通的問題 也解決了我們地方 孝順街山明區裡面 淹水的問題 這個是不是就是 在守護我們絕大多數人的公共利益 局長你是不是可以先回答一下 請局長當 謝謝主席 謝謝何議員 對我們國家市場的前線的關心 我想整個打通我們石泉路 跟志宏池的一個設立 絕對是考量到整個全體市民最大的利益 謝謝局長 你先請坐 在考量市民絕大多數的利益的前提之下 我也要提醒我們的農業局 就尊重多元的聲音裡面 他們少數人其實是長久佔據 所謂的不法利益來做抗爭 他們所要追求的就是私人的不法利益 從果菜市場的吳富雄先生 用電農的土地沒有所有權的情況之下 長期的收取不法的租金 到前鎮市場的趙先生 明知不得兼職 是軍人不得兼職 但能數十年來 兼額攤商這個職務 也收取了不少的這樣子的不法利益 我要告訴局長這個部分就是說 在維護多數人的公共利益的前提之下 不可以去妥協這些極少數人的不法利益 我想局長你再點頭 這個是很清楚的 所以我要請教局長的是說 就我們高雄市 果菜市場的簽建案來說 局長你剛剛也答覆了 這個就是符合多數人的公共利益 所以要趕快來做 那要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之下 我想請教局長 在他的法令依據上 我們高雄市政府的法令依據 站不站得住腳 那除了依法站得住腳以外 我們如何對這些居民做好安置跟補償的方案來 請局長回答 請教局長 謝謝主席 謝謝何元 我們現在所有的一個拆遷動作 都已經完成法律的程序 完成法律程序 那麼另外呢 我要跟何元報告的 我們整個安置的計畫 我們在對於我們小地主這個安置計畫裡面 我們所有的從原來的 我們蓋了每一戶 有12坪地基 然後24坪就等於2乘24坪的一個安置戶 那麼另外呢 我們可以從18年延長到27年 另外如果這些小地主不願意去領起 不願意去安置的話 他可以領取現金救助 我們從18年150萬調到我們27年的225萬 那另外對於弱勢團體 弱勢的一個中低收入者或低收入者 我們有建國新陳的安置 而且我們農業局裡面 都隨時派人來協助他們 辦理這個一個 就是說拆遷的一個工作 所以說我想整個一個 國債市場的簽證 是潛入的打通 這種的設置呢 基於整個全體共產市民的最大福祉 我們應該要基於執行 謝謝 局長你先請坐 如同你去讓 局長你剛剛講的 國債市場簽證案在法令的程序上 沒有任何的問題 依照法令也完全相關的程序 那聽起來在於這些居民的補償也好 在安置也好 農業局好 似乎也做到了最大的誠意 把這些最好的補償方案提供出來了 那在這些都是依法行政的前提之下 局長你也剛剛講了 維護大多數人的公共利益之下 看起來程序都完備 那我想最後請教局長的是 接下來國債市場的案子 你要怎麼去執行 那以及你未來的時程 是不是有要按照我們原本規劃的時程 繼續去走下去 來請局長回答 請局長答覆以後 接著那個林副寶議員那個訊問的 也請局長一併答覆 好 我們謝謝主席 謝謝何議員 我想整個一個法定的程序 我們自聚會 經過四次 包括就是說禁止拆遷 還有就是說我們的一個甲儲 四次都全部被法案撥毀 那我想我們在近期之內 我們會折騎 進行一個拆除的動作 近期之內我們再會折騎 進行一個拆除動作 而且我想耶 我們會按照既定的行程耶 既定的一個時程耶 來進行整個一個 果菜市場新建 以及自豪車新建 跟我們時間路的打通 接著請農業局長 農業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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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林議員 針對林議員所提出的這些問題 我想我們 雖然各區公所 有些是做得不錯 有些當然有需要再教育 那針對這些的話 我們農業局願意 來跟各個區公所 所有陳辦人也好 或者李幹事也好 大家來一起來 來溝通 來一個教育好不好 謝謝 請隨利局長 謝謝主席 謝謝林議員 那首先跟議員報告就是 我們上次說明會 先談到的這個 西州昆州地區 那回來以後 我們梁科長馬上 把這個區域的 需要做改善的 要先做檢討規劃 因為我們要去做一些測量 以及這一次的一個風災 應該造成的其他區域外水進來的 我們要做比較詳細調查 所以這個案子 我應該 我前天有批合 應該是這兩天應該會上網招標 那這個部分在 規劃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再開說明會 那議員剛剛提到的 是否要做一個固定的抽水站 以及地方有反應說 做一個制洪池等等 我們會做一個詳細的評估 然後再跟議員還有地方做報告 那另外就是剛剛有提到 這一個 這個 這個部分其實每年度 不管是水利局或者是水利會 我們都會有一些 災害修復的工程經費去提報 那我們再追蹤一下 這個案子 應該是要用災害修復工程來修復 我們追蹤一下 看水利會有沒有報 那如果沒有報 我們會去報 這一個災害修復工程 那剛剛有提到 有那半部的那些 那個三台移動式抽水機的狀況 確實有跟地方那邊講 就是說我們確實只有抽兩個小時 那詳細的這個狀況 是不是我們在後續做一個調查報告 然後給議員 然後給區公所跟民眾這邊了解 那至於說整個半部 我們說的廣埔在那裡 我們其實後面有跟水龜所那邊討論 因為這一次颱風我們如果從國史 往旗山這個地方過去 整個右半邊其實是汪洋一片 那我們在那個地方要設抽水戰 有沒有那麼大的能量 可以把那邊的水一直抽 那這邊的水路 現有的都是灌溉水路 它是從美濃那邊引進來的 灌溉水路是上半部的斷面大 下半部的斷面小 所以它會引很多水進來 那水龜所這邊跟我們討論 比較傾向是說用微體 主體就是說我要保全的對象 如果是廣埔裡這個區域 我可能就是把它做一個 微水去抽這個地方 我把保全對象限縮到 本來淹水的區域是100公頃 我其實住的地方 只有3公頃到5公頃 我只要抽這個地方的水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請農民 在淹水的時候不要出去 這個叫避災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也會 在後續的一些規劃方案 跟議員做報告 那最後就是剛剛提到 六金橋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在每次應變中心 成立的時候 公所這邊如果有一些相關的作為 這一次區公所這邊 我們每年都會有給區公所 一些開口合約的經費 我們會跟在應變中心裡面 通報七合局還有一些相關的單位 會有一個通報單 那這個部分可能大家溝通的 不是很順暢 所以後續我們會跟區公所這邊 再來協調 以後他就用一個通報單 由水利局這一邊 再跟應變中心裡面的 河川局 林務局 水保局這邊來溝通 因為那一個六金橋周遭的單位太多了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會在 水利局會在做協調 以上報告 這個我們來幫他做澄清 因為那個開口 開口合約這個部分 也是我們經費給區公所 我們有要求區公所來執行 這個我們會 對他有權 對他有權 區長有權 好 我們這邊來做 好 我們來做協助處理 好 休息十分鐘 好 休息喔 我們可以當時 好 在這瓶裡 好幾分 有時候 好 rubbish 我們都進入了 我們來做三個個 我們來做二個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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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